第三个我们要说到的是 很多人对于泰国的一些别墅啊 房产啊 梦想中的样子是 面对大海 有个私人游泳池 然后那种豪宅 当然 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嘛 你在有钱的情况下 你这些都可以去实现 当然我现在说的只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然后手上钱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因为很多人来咨询房产都说 带不带泳池 泳池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吧 如果有家里有一个泳池 对于你的生活啊 对于你的平时 一些心情啊 都是有帮助的 当然如果你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然后生活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宽裕 不筹钱那种 那泳池这个东西在泰北来说呢 我觉得它没有像泰南那么热 对吧 然后基本上如果是小区的话 每个小区都会有会所会有泳池 如果你一个月只是游个两三次的话 我就觉得你没有必要自己去打理一个泳池 然后我们说到那个交房标准 因为早期一年前大家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清卖的交房标准是是怎么样的 基本上就是白墙地板地砖然后卫生间这些灯啊 然后电路啊 然后水水管啊那些基本上都是弄好的 然后你只要买一些家具啊家电啊就可以入住了 它跟我们国内的毛配房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国内毛配房可能就是真的是毛配了 但这边的交房标准就最低标配 毛配就是硬装硬装基本都有了 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想在这边买房子的用途是这样 就说很多人看NBB现在做的很好嘛 然后也很赚钱 然后就想我平时不住的时候就做NBB 然后要住的时候我就过来住一下 想法是很美好的 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 首先第一点 你如果做NBB的话 你势必有人要在这边打理 对吧 你如果你在国内有人入住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了 空调坏了 什么谁来帮你打理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然后如果说你不做NBB吧 你长租吧 你长租给别人 你说我一年就冬天的时候最好的就是我回来住两个月 你长租给别人一年 人家会把最好的时候两三个月腾出来给你住吗 那也不现实 所以说你在这边如果说你要出租的话 一就是说长租 然后你可能进两三年你不会来 你可以长租给别人 然后一年一付 这个是OK的 如果你要做NBB的话 你势必人在这边 或者说有一个人在这边能帮你打理 对吧 如果你能找到一些公司或者个人能帮你打理 当然你这个也要去付出一些报酬给别人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 我在这边买块地 然后自己造 这也可以 但是说基本上如果说你买一块地自己造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是有这种小区 基本上就是说我外面的地块买一块地自己造房子 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算下来 自己买一块地造下来成本其实也不低 然后后续的保修什么也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拍的都是小区 没有拍我们所谓的一些野别 有些野别它造的也特别棒 我拍过一些豪宅 就之前拍过1499万的那个豪宅 它其实就是不是小区的形式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一栋 但是很多这种野别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没有安保啊 没有物业啊 当然你也不用付业费了 生活起来的话可能就是 我说的就是你要有一些自理能力 在海外生活的一些经验的 这些自理能力的人 你适合住这种地方 如果你只是从国内刚出来 然后脱家带口的 然后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个带小区的 因为一个其实有物业有安保 你万一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 什么马上缴物业过来可以帮你修 另外一个就是说出行的话 你出去小区里面都会有路灯啊 各方面啊 看上去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其实买房子不光是买这一栋房子 很多关键的还是买周边的配套啊 环境啊 包括一些生活便利设施啊 因为房子其实说白都大同小异 关键的还是一个配套 然后你生活以后长期生活方不方便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上次很多人说 开房日记没有更新的嘛 一个是疫情的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每一次看房 看房日记我们应该现在拍了十几期了吧 说实话 我看过的楼盘应该有三四十 三四十个了吧 因为很多还没有拍 很多是还没有拍 没有拍的那些就是因为有些我看过一些小区啊 可能就是十几栋楼 十三十四栋楼 就围个围墙就变一个小区了 然后里面泳池啊什么配套啊都没有 然后就我拍的宗旨就是我自己看不上 所以我也不会去拍 因为你没法去说这个东西 我都我我如果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可以侃侃而谈啊可以说很多东西 如果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 你像我不喜欢喝牛奶 我怎么去说牛奶这个口味啊 这个怎么好啊四伙啊 对吧你再四伙我都不喜欢 所以我没法去聊这些东西 所以看房日记拍下来 其实每一个楼盘我们拍的楼盘 我都要反反复复 来来回回看了大概两三四三四次 我们才会回去拍一下这个楼盘 其实刚开始拍看房日记的初衷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我第一个看房日记是很早 在去年前年前年的时候拍的吧 应该是 因为那时候刚来清卖以后也想买房子 其实那个是我看的第一个楼盘 我看完以后感觉哇这个好好棒好不错 然后当初的其实当初的汇率也特别好 五点几嘛 然后就觉得特别棒 然后我就拍下来了 拍完以后 就是很多人对清卖的房产一下子就上热门啊 各方面啊 很多人就特别想看其他的 就慢慢慢慢慢慢就做成了现在一个看房日记 其实 其实看房日记拍到现在很多的房子 大家可以看到都 如果是那种 一百万以内一百万左右的房子 很多其实都都大同小异了 其实我现在慢慢慢慢就 喜欢去看一些豪宅 就让我眼前一亮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了很多了 就比如说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租的这一套会感觉哇这好大 因为我们从上海过来有个院子啊 然后就感觉特别棒特别大 然后你住的一段时间就感觉这房子好小 然后我们说第四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也问我 我也有听说过一个月要花个两三万人民币的 一家三口花两三万人民币的 还说地狱两三万人民币根本没法生活 没法活的 也有人在清卖吃一块牛排花了九百人民币吧 对吧 当然我像我们我们家的这种生活 相对他们来说算是比较节俭的 但是我正常的吃啊喝啊也没有磕磕自己 但是一个一个的确也花不了这么多钱 说实话当初我们出来的时候 陆陆续续也带了不少钱 因为说实话我父母的养老钱啊 包括费毒钱啊都是要有存款证明的 所以说这个因人而异吧 我在清卖也有朋友 一家三口只带了十五万出来的 一家三口一共只带了十五万人民币 他们也在这边生活了 对吧 也有说带了几百万几千万的人 也有大有人在 所以这个东西贫富差距啊 不光中国大 其实泰国的贫富差距也挺大的 其实当初我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你怎么去泰国啊这种地方啊 然后之前我也说过这个问题嘛 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拍泰泰勒视频的最早的初衷 很多人觉得就是移民到国外 我们也不算移民吧 移居到国外是个很大的事情 但当初我就想 就是在上世纪可能七八十年代 第一代移民去美国的一些人 可能甚至有些人都是偷渡过去的 对吧 我身上只能有些 我听过有些人只带了一两百美金 当初就去美国去闯了 那些人 很多人也是通过自己努力 然后生活下来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拿正规的签证 然后相对来说有一些经济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没有 没有借口说我在这个地方活不下去啊 或怎么样 除非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地方 说到这个东西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建议不要很多人不要真的就是跟风 要有独立思考能力 因为看我们视频有两种人 一种是本来就感觉清迈很好很喜欢 有想法想移居到清迈来的人 然后看我们视频 然后更了解一下当地生活的状况 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清迈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然后就看到了 看到感觉我们拍的视频 我们生活觉得还不错 你像我们是真正喜欢清迈的 喜欢当地的泰国人的 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 那我们同一件事情 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美好 如果你只是一个跟风过来的人 那可能就觉得这边不好 那边不好什么都不好 如果说你不是特别喜欢清迈这个地方 或者特别喜欢这边的人 这边的人文环境 我觉得你说要移民 移居到清迈来生活的话 我觉得你真的要考虑一下 因为我也碰到过很多在这边 住在清迈马清迈的人 住在台国马泰国的人 有很多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他没有做好到这边来长期生活的准备 他只是跟风 别人说这边学费便宜 然后这边生活便宜 他就过来了 他可能自己本身并不了解这边 可能自己也没有说特别喜欢这边 这个地方或者这边的人 最后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然后还有很多人问我 我在这边的生计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不止一遍两遍了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因人而异 你会的东西我不会 我会的东西你不会 但是有一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清迈 你要找一份朝九晚五的office的那些就是办公大楼 早就完我的这种工作 基本没有 因为这边你也看不到什么上五楼 基本上在这边就是自己做一些小生意啊 开个小店啊 或者说开个饭店 或者做一些中态贸易啊 基本上都是自力更生吧 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说 盖盖你帮我找一份工作 然后再帮我找一套房 我 我有时候就是 我是不是还得给你找个老婆啊 就是在国外生活 你还是 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 当然你说碰到一些同胞啊 不能够帮助你啊 那是更好的 因为说实话 我刚来清迈的时候 我基本上所有的 包括来清迈之前 所有的流程啊 各方面啊 我都是在网上去查 然后去大使馆 去自己跑 跑去那种工程处啊 去问的 所以说冲突到尾 我没有找中介去办 全是自己去跑 自己去跑完 自己去弄的 当然啊 后来后面我发现 有中介啊 办起来会方便很多啊 不过我自己办一圈也好 我自己知道里面流程 但是自己办的这个流程 是挺复杂的 挺繁琐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自由职业嘛 我在 我在上海那时候 准备要 准备要 依据到清迈来了 我就把我的店啊 我的一些车子啊 都卖掉了 所以说我有足够的时间 自己去跑 但是如果是一些上班族的话 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能跑东跑西 也是件很麻烦的事 就看你自己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 伸手党的话 就什么东西都要靠别人 来给你伸手去要 就像我有时候 朋友圈发一个什么东西 马上就问了 这个地址在哪 也甚至于问地址在哪 也还 还好了 有些 甚至于 你要把病位都发给他 路线都发给他 就我想你如果是这样一种方式的话 你怎么能够在清迈生活下来 那你势必就是说 这边这个不好不方便 那个不方便 所以说你要在这边生活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些自己的 我所谓那些自理能力啊 自理能力 你是要有一些自己在一个陌生地方 自己去探索的一些能力 但是你像小文的妈妈在这边 我看他去过的地方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啊 他自己会去找那些地方好玩 那些地方好吃的 他除了不会开车 我感觉在这边生活的比我们都开心 因为现在毕竟小文也过来了 他出去也方便了 就是可以跟小文开个车啊 莫迪丹个人 他们就可以去享受一下午的下午茶时间啊 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升级的问题 就是说来清迈 做的最多的是什么 民宿 然后待购 对吧 然后你要想很多东西 就是说大多数人会去做的这些事情 那肯定就是竞争会很激烈 很多人都去做了这些东西 那你有些东西 如果你会发挥你的特长 你做一些你能做的别人 而不能做的这些东西 那你就有盛存的机会了 相对来说 在清迈的竞争 要比国内小很多很多 因为大多数的人在这边 基本上都是生活的 如果你特别有头脑 然后手又特别小 特别有能力 我觉得在清迈 清迈是一个 很多地方还没被开发出来的地方 我是这么觉得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边有很多机会 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 如果你纯粹的说 我要在这边做个民宿 我要这边做代购 那其实也能做吧 就像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清迈 因为在这边可以把我很多 在上海的一些梦想 我称之为梦想都不算理想吧 理想可能你稍微努力一下 还能达到 那些梦想 可能目前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我在上海那时候就想有自己一个车库 然后可以玩一些自己喜欢的车什么的 国内的种种限制 特别上海 可能一些老车你也不可能玩到 然后你要在上海买一个这么大的独栋别墅 然后再有个车库 几百坪的地 对于我们这种老百姓 平民百姓来说 我觉得就是个梦想 理想都不是 是个梦想 所以说在清迈来说 不说很容易实现吧 至少你努力一下 还是能够实现的 然后在这边有我喜欢的很多车 在这边真的就是说 我之前视频里面说 泰国很危险 真的就是在这边一不小心 钱就没了 然后就是不够花 然后诱惑太多 我说的这些诱惑 就是那种兴趣爱好上诱惑 在这边我前段时间还去拍了那个航空展 这边三脚翼也有 对吧 滑翔机也有 然后我之前很喜欢三脚翼 三脚翼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地方飞 然后在清迈我看到有地方可以飞三脚翼 很多东西都相对来说可以去实现 然后这边的生活压力也没那么大 因为我以前对我来说 那个也是个梦想吧 我说我40岁想退休 然后当然了 那个时候想40岁退休 我不是那种野心很大的人 说我要赚了几千万几亿 然后退休 我所谓的40岁退休 就是40岁以后不用为生活而去忙 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个小店 然后我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在上海的话 40岁退休这个是 我感觉不太可能嘛 除非你家里特别有实力 特别有钱对吧 但我们也不是特别有钱的家庭 然后你说我在上海要开个小店 然后能够维持生活 我是觉得在上海开个小店 能够把人员工资的把房租赚出来 已经很不错了 我能想到的基本上就这些了吧 有可能里面有一些问题还是重复的 因为泰泰乐也拍了差不多有170左右了 很多都是前年去年 可能我说过的话 我反反复复又比比刀 比比刀到了一边 大家如果说我说重复了 那就把它当个X给放了吧 之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微信啊 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 喜欢我们的视频 关注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泰泰乐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泰泰乐 我们下期见拜拜